我問你,這幾隻當中你會怎樣選擇呢? 首先,我們是強烈地認為不選哪隻 強烈地不選,就是不選小米 你看到小米的米繼續倒下去 昨天已經跌了好像30%,現在又跌了2% 我們就說,其實股價怎樣的效率是這麼差呢? 就是說它的分佈業務全部都很沒有曙光 包括了在手機的毛利率,其實也難成氣候 而第二,我們會見到手機的高端化策略 你看看報表或者公佈的數字 應該都頗大機會是以失敗告終的了 因為其實我不敢說自己背得對 大家可以看報表為盡 因為我印象都看到,它整個手機有數的 我覺得很驚訝的 它整個手機是所有的 因為它都有高端品牌的 你整個10萬元的手機也可以的 可能你賣得一部,你都可以說有的 對不對? 所以你計算是所有東西拿在一起之後 那個平均價,四位數字都沒有 你們可以幫我檢查一下,可能我錯了 錯了有沒有打頭 但是問題是真的只有極高三位數字 或者極低四位數字 你明白嗎? 即是一千元你都不夠 那時候,你和Apple平均均價 起碼六、七千元港幣以上 其實坦白說,你想怎樣? 你的毛利率一定會很不行 而在其他增長裡面,一定會乏力 包括了AROT或者你是軟體的收入 因為如果你手機銷售得不好的話 你直接一定是影響了所謂軟體的收入 那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於小米來說是頗為地不看好 至於其實我們其餘的股份裡面 我們都會以一個所謂業績為準 如果業績諸多的增長面是比較好的話 那當然是趁股價回調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會覺得譬如說好像是美團 或者是網易那些 其實那個業績的表現相對是比較理想一些的 所以現在就可以等待他們 是有個適當的回套的時候 譬如他今天都回套的 今天市場跌得比較多一點的 那他回套了 那你就可以是趁低去考慮 就是陪他 我怕他有多接待 就看完了 我們現在來聽說 我們到學會講 我幾個月 我們去學會 我們在學會 我們做事 我們去做